你都能到波蘭了 為什麼不去基輔呢 沒有喔 不關我的事喔 什麼事情都要當大哥 但是遇到事情以後呢 又不直接出手 阻止 結束這場戰爭 阻止怎麼阻止 你軍隊要來啊 問題是中國道的核心 各說各話 不要動到XX的問題 澤民司機總統就已經在要求 拜登能夠到烏克蘭去走一走 那時候還沒有發動戰爭 然後在戰爭發生之後呢 我們看到了包含了波蘭跟捷克 還有斯洛維尼亞的總統呢 都搭了火車去了基輔 就問一句啦 都能到波蘭了 為什麼不去基輔呢 你今天拜登真的進到基輔 現在基輔也還不是戰區 基輔周邊市啦 你不敢去嗎 你今天說 我如果武器進去了以後 我怎麼樣 喔 好敏感喔 可是現在你美國就在撐烏克蘭啊 烏克蘭民眾很希望 拜登能夠到基輔去 跟哲倫斯機同臺對不對 至少大家會面一下 而且說實在的 俄羅斯也不想要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拜登去那一天不就大家正好可以休息嗎 俄羅斯也就先不動手啊 對啊 俄羅斯也累了 其實大家都累了好不好 好歹個停火個半天 已經打了26個回合了 你打全體三回合就累到全身累 打26個回合上去都已經七樓猶絲了 他其實兩邊都很累 而且其實我剛剛有講到那個 俄羅斯電視台的那個製作人 他的爸爸媽媽就是分別是俄羅斯人跟烏克蘭人 你說像這樣的人 這種很多 像這樣的人就像兩岸也是一樣嘛對不對 就是說對不對 那像你看像格格千惠就是滿人 你不會希望兩岸打戰 我們也都不希望 那這種狀況之下其實希望停火的 烏克蘭人跟俄羅斯人一定大有所在 那你今天 我也不是說進來以後 美軍進來幫忙協防進航區 我也不是說進來以後 美軍的部隊開進來去幫 我就是一個總統進去 其實我說實在的啦 我覺得拜登要是真的敢去 俄羅斯人也不敢去打他 是不是 他也不要嘛 因為到時候引發的問題就是 哇 我多了美國進來以後 我這場戰爭我就必敗了 即使大家都要毀滅 可是我也一定是滅那一方 那這種時候 你給烏克蘭人的力量 不是更大嗎 你都能到波蘭了 為什麼不去基辅呢 那當然啦 這個是美國的考量 他一向是要把它畫得很清楚 就是說沒有喔 不關我的事喔 什麼事情都要當大哥 跟大家做協調 你可以這個 你不能那個 但是遇到事情以後呢 又不直接出手 讓下面的 或者是其他所謂的友邦 去面對這些戰火 所以我剛才會講到說 那個瑪麗波的警察 他是希望美國總統拜登 你趕快來阻止 結束這場戰爭 阻止怎麼阻止 你軍隊要來啊 不要只有武器送過來 然後呢 結束你要用你的政治影響力 你現在目前是和平的領導人 所以其實我在看到喔 拜登總統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其實有一場 跟這個中國大陸的 習近平主席的會面 對 那那一場其實我觀察到幾點 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台灣其實比較少講到的喔 台灣還有一些觀眾朋友 不太清楚什麼叫四步一無意 好 我們不知道電影響做好了沒 可以直接調出來在後面 四步一無意喔 這個我發現台灣有很多 好像過半的民眾根本不知道 都只記得阿扁的四步一沒有 對 對不對 對 四步一沒有對不對 那個是阿扁的 四步一無意是拜登的啊 那裡面的四步的第四步 那個大家聽一下喔 板材沒做好沒關係 我聽一下 四步一無意其實就是 第一個步就是不跟美國喔 這是美國立場喔 對 不跟中國大陸打心冷戰 對 我們不要冷戰 就兩師兩強競爭但是也合作 就是拜登上來以後 給習近平釋出的訊息 第一個步嘛 第二個步就是 不會企圖改變中國的體制 你也跟我一樣來人民直選啊 我們也變怎麼樣了 就是說中國有中國的政治的體制 那美國不會拖大的時候 說我要企圖改變你 這兩個 第三個叫不透過強化同盟關係 去反對中國 我今天拉幫結派來喔來喔 北約東擴然後之後呢 在這邊亞洲也形成一個 去對抗中國 不會 第四個 不 跟台灣直接相關 叫做不支持台獨 拜登是不支持台獨的 我們其實 那我也不是說喔 抓到了 不是 中華民國的這個2350萬人 大家醒一醒 從我們跟美國斷交以來 這麼多年 哪一個美國總統支持台獨 從來都沒有啊 對不對 也沒有公開承認中華民國也沒有嘛 那像蓬佩奧就講說 應該要承認中華民國台灣 那他卸任他不當國務卿 他當國務卿是怎麼不講呢 當國務卿直接開記者會 當國務卿直接跑去聯合國演講說 我講說 身為美國的國務卿 我支持中華民國台灣 應該成為聯合國的議員 你去講啊 沒有 在未都沒講 不知道會不會蹦蹦我們這邊也打起來 但是重點在美國你也沒有那樣做 那最後一個無意就是無意跟中國發生衝突嘛 那今天你去講四不一無意 標準的安全的講稿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同樣的道理 這有沒有像習近平示好的味道 我覺得有 我覺得有 但是像習近平示好四不一無意 習近平立刻講說 很好啊 你跟我講的四不一 我記得 因為你跟我講過嘛 可是你講 你有做嗎 你下面的這些 他沒有點名 還有美方有一些人 他沒有執行你的四不一無意啊 他沒有特別講哪一點啊 但是他有特別提到就是 美方對於中方的戰略意圖 不要做出錯誤解讀 也就是 台灣問題是中國大陸的核心 核心問題就是說 你不能企圖使台灣 從中國大陸分離 那是中國大陸的核心價值 是他的想法 那台灣不一樣啊 台灣很多人是 希望美國能幫助台灣 跟中國大陸 很快的完全 差不多高水沒流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 他抓得緊緊的 他就是中國大陸 就是認為不可以不要嘛 不管人民土地 甚至有人講說 好啦不然人全部都走 但是土地 台灣你要留下來 好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看到一個小細節 就我們跑來講新聞的時候 會注意到 對 就是美國顯然 好像比較欽呼這場會面 他可能心態不得了 怎麼說 怎麼說 我先跟大家講 我光是用實際的東西 跟大家說就可以了 光是準備時間 比如說 你看我們今天 導播給千惠拍一下特鞋有沒有 我們主持人就是 連鞋子都是高跟鞋 他沒有穿拖鞋嘛 對我們沒有穿球鞋 我們直播節目可以嗎 好 導播看看 你看對不對 這就是很完整的 好 千惠是我學妹 沒有問題 千惠就是很認真的 我今天主持嘛 我就是準備好 因為很認真 千惠每一天要主持節目之前 其實都是 都是很緊繃的狀態 對 是 做好全部的準備 對不對 然後呢 我今天來主持 我就是主持的樣子 那美國跟中國大陸這場會談 是在禮拜五的台灣時間晚上9點 9點 對 那當然北京時間也一樣 對 談完都11點了 然後立刻去準備新聞發布稿 因為簡報內容不能錯 必須要做confirm以後 然後發布出去 12點左右發出來了 兩個小時的會談發出來了 白宮那邊完全沒有啊 我不相信美國的幕僚系統做不出來 可是他沒有這樣做 而且我剛剛講了 在北京時間晚上 在美國是白天啊 大家都上班時間打個眼影 在幹嘛 在打傳說對決嗎 美國好像不是打這個 就打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叫什麼 俠盜什麼對不對 不可能 就是說你 你是不是沒有緊繃 這個神經沒有上情發條 人家一個小時弄出來 結果後來搞到有一點尷尬 那個Saki他有講 remarkable 對啊 不同反響 我印象深刻 因為所有的白宮記者 都拿著那個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出來的 那個新聞簡報內容去問說 請問一下我們的這個 因為他是美國人嘛 我們敗仗總統 是不是跟中國的習主席 談到這件事 談到這件事 人家的內容都出來了 你白宮方面沒有 就表示說你是不是 還是你不重視 還是你有以後 你準備的時間 比大陸晚了一個小時 所以我就說 在這個狀況看起來 美國只想要告訴中國大陸 就是說 我要警告你哦 你不要去支持這個 就是俄羅斯哦 那這點我又再補充剛講 第一個外交的點就是 兩邊的重視程度 我不要講能力啦 重視程度 顯然中國大陸更重視嘛 他是全部都準備好了 然後講稿也是 而且他猜題他也猜對了 對不對 當他講四不一無一的時候 政治領袖之間 一定有非常 80%到90%的那些幕僚作業 大家必須要了解 他不是說去上一個 機制問答以後 我根本不知道你要講什麼 幕僚都已經磋商了很久 才會上場 第二個 雖然我猜了90% 或許還有10%是 我沒有想到他會講的 那當他一講以後 我要怎麼回答 所以當拜登一講四不一無一的時候 習近平馬上就跟進 對 但是你美方有一些人沒有 按照你的四不一無一在走 他就在點台灣問題 好 那這個時候 拜登有沒有回答什麼 看起來是沒有 或者說美國白宮沒有更多的訊息 好 那積極程度不一樣 第二個 美國在這一場 拜登跟習近平的談話之前 他其實是有鋪陳 前一個還包含羅馬峰會 就是蘇利文跟楊潔篪那場會談 他其實有鋪排 所以我才講美國不是做不到 只是他的方向不一樣 他在上演羅馬峰會之前的 那三天 千惠都一定還記得 我一講都知道了 美國的美聯社 美國的路透社 美國的所有的媒體 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都在講說 中國大陸被俄羅斯要求了 五個武器跟糧食 這五種武器有無人機有什麼對不對 他都已經講了那麼多對不對 這白宮打來了是不是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跟大家講 白宮講說 沒有我們都有準備好了 你不要做我們沒有新聞掌握 我們做了完全準備 好好好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你就知道說他當時跟大家說 說中國大陸要把東西支援俄羅斯 可是那個新聞做得這麼大 我跟大家講 像國際已經上了所有媒體 然後後續CNN 像什麼NBC 都有去做白宮的發言的確認說 對對對 我們掌握到俄羅斯要跟中國大陸要這些武器 可是這我有一點質疑 就是說 大家必須知道 以武器來講是俄羅斯賣給中國 所以現在你說 反而是俄羅斯跟中國要武器 這個 因為通常是大陸在跟俄羅斯買 買糧食買武器 好 那後續有沒有 沒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這個消息其實就是拿來給中國大陸施壓的 你要給他資源 你要給他武器 你要幫助他 不行喔 他其實只是想要掌握這個 那中國大陸當然他跟俄羅斯的關係一定比美國好嘛 因為他們畢竟還是俄羅斯跟烏克蘭都是中國大陸的盟友 所以在這場的會面上面 兩邊有點各說各話 中國大陸想講的是 不要撞到台灣問題 然後呢 我也不希望烏克蘭跟俄羅斯打起來 因為他們打了以後傷害到我 我不會樂見這事情 如果我知道 我一定會阻止 所以西方媒體在報導說 我早就已經掌握到了 早就知道他要打了 這是錯誤的 那拜登要的是說 再次強調說你不可以去支援俄羅斯 但是其他的部分的話顯然是沒有掌握到 連新聞記者會的發佈時間都晚了一點 這是我對於上禮拜五 拜登跟習近平他們 岳陽視訊的那一場重要峰會談話的一個小小結論 維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沒有問題的比酒精啦 比漂白紙更加的環保 如果你要購買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是有獨家的好看